今天大家要來看哪一台新車呢 這個在哪裡辦的 紅會廣場 有沒有獎品 獎品是一支筆 一支筆 鋼筆 鋼筆是不是 好好好 以後去參加這種發表會 他們的獎品我們也來比一下 誰比較大手比 行銷費用是什麼 怎麼花的 有沒有showgirl 第二個重點 有主持人 女主持人 對 就這樣而已 這樣知道嗎 我們以後各大公關活動的行銷費用 我們在那邊 一併也大家知道 辦的場地送個禮品 然後請了幾個showgirl 我們都把它總計起來 可是他們真是蠻多車的 蠻多車 剛我批一支 那車他們自己做的啊 來囉 台灣車大美11月6號發表的 EV6性能車款 EV6 GT 這台不是GT吧 這台是GT 這台跟上面那一台 為什麼這台有貼配紙 那台有沒貼貼紙 特別的配色吧 所以這個是類似紀念版的那種 這個尾燈看起來蠻厲害的 它先從中間開始很密 然後到越外圍越酥 越長這樣 然後下面那一條是方向的 下面那個彎下來還有 對 哇這個大燈 我上次說看起來像什麼 Skoda的燈 它那個角度有點像Skoda 哇這年輕19吋 沒看到耶 電動車都要這種 沒辦法 GT版本的好看一點 這台這台 GT版有專屬的霓紅綠卡鉗 欸我講真的 配這個卡鉗很像外面塗泡改的 我覺得很像以前那種喜美有沒有 我要改K8的時候回來 然後去外面塗到改個有顏色的卡鉗 以前那個DEO的那個叫什麼 空氣濾清器要拆下來 自己去買鐵垃圾回來 噴成各式各樣的顏色 來看一下 標準版單馬達 真程版也是單馬達 還有一個EAWD 四輪傳動雙馬達 跟GT版本雙馬達 四個版本 然後這個電子容量 58777777 哇那58的很慘耶 核行駛里程 哇438 來來來來 單位是什麼 專業一點 WLTC 對嘛那個是不是就跟那個BD4S一樣 不是不是 BD4S是NEDC 然後這個是可能比較準一點 八成的那個 所以8432 350左右 最簡單的 哇 最多的真程版可以到560 那因為那個雙馬達可能它出力比較大嘛 反而就少一些 所以真程版的單馬達後輪驅動這個可能是最高的 這個是560如果乘以8成 440 馬力最低的是170再229325 哇最大585 585好像蠻厲害的耶 跟野馬是差不多 跟野馬差不多是 可是它比較小台對不對 對 繼續看 雙逆變科技同時保有性能及節能 有兩個逆變器 這我不知道是幹嘛的 逆變器聽起來很像是 肉變器 我怎麼想要想要什麼變器 謠詩啊 好怎樣 最大智慧動能再生自動系統 RBM 是一種最大化能源效率的控制 在放開電門的時候 車輛的減速僅能使用再生系統 而非疊煞 這不就是一樣的東西嗎 就擋煞那個可以回充嘛 系統可在車輛滑旋 依據車速跟雷達 對距離判斷 主動調整自動系統 提升續航力 反正你就是要練習你的角力啦 控制電門嘛 GD版本有電子線滑差速 哦差速性 跑車電子懸吊 哇電子懸吊 而且還可以Drift Mode 講的 nell給他 然後音樂放下去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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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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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 那覆噹噹噹噬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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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ód 功能太多了 你的跟車啊什麼都在裡面 現在方向盤幾乎是不能換的 你找 OG 它也是了不起 幫你想辦法弄一下而已 但是改變不了太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盤這個盤徑 這個就是有一點 是說電動車好像也沒什麼操控 因為它的方向盤都已經是電子了 所以路感可能都不會太明確 連貫式的這種液晶面板 然後有黑框 中間黑框還滿粗的 只是把它做在一起而已 然後把它分開好像大小也差不多 空調只有兩個實體按鍵 底下看到一個 Push Start 它的排檔也是用轉盤的方式 不過你看蠻厲害的就是 它的踏板有給你那個金屬踏板 現在很多這個地方會偷掉 也不是偷掉就不想給嘛 其實很少人注意到這裡 空調出風口就還蠻一般的 就一條線這樣 門把也是有鋼琴烤漆 跟銀色烤漆 哇 氣氛燈終於不再是一條一條了 有一點一點的這種感覺 這個方向盤你如果不看車子 看方向盤你以為是卡車 或是貨車 這造型其實最多以前就出現在卡車上面 再加上它的大小 有一點像以前的那個貨車那種造型 喇叭蓋是有銀色金屬的四框是不是 蠻提花的 這方向盤真的毀了一切 這個角度看過去 我覺得都還不錯 就這個方向盤真的毀了一切 方向盤右下角有一個 這個也是霓虹綠的按鈕 應該是Sport鍵對不對 對 中傳這邊也有做一個銀色的 不對稱的一個裝飾 循環環控制 跟這個手插車坐在左邊 方向盤上面 也有霓虹綠的這個車線 氣氛燈蠻特別的 中間做量一點一點還不錯 終於跳脫出來不是做一條線而已 這椅子我喜歡 真的是有戰鬥氣息 這以前都只會在一些 歐洲的一些性能車上面看到 就是可能會做一個 賽車椅的形狀 然後中間這邊會有銀色的裝飾 然後有通風的這個洞 好然後Push Start 這裡有一個氣氛燈的裝飾 繞過這個啟動按鈕 這邊有看到電熱椅 有通風是不是 賽車椅的沒有通風 我看到按鈕 這應該是那個 一般版 有通風嘛對不對 方向盤加熱 前面兩張都有 連這個旋轉上面的燈都是氣氛燈的顏色 都有呼應對不對 左邊有看到一個這個攝影鏡頭的按鈕 Auto Hold的按鈕也出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支配架 鋼琴烤漆的 這個就沒有金屬套板 一般版沒有金屬套板 這邊有無線充電面板 GT版本有電動的 全景天窗 不是全景 它是寬景 寬景天窗是什麼鬼東西 就是可能前面比較寬 它做起來看起來比較接近正方形 就是比一般的小天窗大一點 這應該叫大天窗 黑頂篷 黑頂篷好 你知道黑頂篷好在哪 好在哪 漏水看不到 那Toyota是不是 欸 我跟你講 所以現在大壓就改黑頂篷 內行 後面有兩組 Type-C的充電座 它的扶手有花紋耶 這個皮 應該是塑膠皮吧 塑膠皮做花紋 出風口坐在P柱 充電座在 椅子的兩側 這個是一般的版本 竟然有Type-C坐在椅子旁邊 所以中間就沒有了嗎 中間就會變冷氣出風口 然後GT的中間做兩個Type-C 然後冷氣在兩邊 然後一般的冷氣改成在中間 充電的在座椅兩側 後方地板全屏 為什麼它可以全屏 它不是後輪傳動嗎 而且它還要閃過它電池 我知道電池放裡面就這樣 這邊有個小溪柱很可愛 然後座椅 這一般版的座椅嗎 這是GT的 GT版的 GT版才有綠色封線 它飛焦就沒有垂垂了 有點垂其實 但有卡住了 喔有卡 它沒有直接垂到椅子 沒有那個HIV那個LiSA 主被動安全病房 標配七具輔助器囊 DriveWISE WISE還WISE WISE WISE是什麼意思 WISE就是 智慧 欸 明智 不是哈根達斯的 喔 WISE 欸 欸 它每個人用的那個英文都不一樣 全書譽啦 前方方的警示也有 主動的防撞輔助系統也有 車門防撞安全輔助是要怎麼輔助 你開門的時候是怎樣是不是 可能會有警示 人家要來撞你的門了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了 對啊這三角 車道修正輔助 反正就是有很多智慧系統 常按前進或倒車按鍵 喔 可以錄出來是不是 它可以就是幫你停車進去 人可以直接下來 它自己會停嘛 你如果一直按它會撞牆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會 像遙控車一樣 你一直前進它就弄拼了 這個用的什麼特斯拉也有啊 感覺像把車子變遙控車的 對對對呀 7系列那個BMW也有啊 GT-Line以上版本另有 R-SPA智慧停車輔助 然後就是這樣的人可以前進後退 它可能只能直線了 智慧停車輔助系統 人不用在車上耶 讓它自己停 這好像蠻好玩的 有機會可以玩一下 T-Line同步發表今天是 EV6車旗棒儀表中後改為中文介命 中文介命來了 看一下繁體的 OK 可以 其實我覺得現在那個真的要改一下了 現在那個軟體改一下 應該沒那麼難 難不成這個還要叫 豬豬字幕組來 應該不用吧 我覺得現在這個很多 你既然都要在這邊賣的話 要改一下 我覺得現在應該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軟體弄一弄 有沒有要弄而已嘛對不對 好 Lite標準版166.9 Air增程版197.9 GT Lite 208.9 GT Lite AW增程版219.9 GT版本273 喔這真的 現在開架這個273很猛 買那麼小台200多萬 這真的是定位在那個 豪華鋼炮的那個價錢 你看它側邊的折線 它尾燈延伸一條黑線下 穿過輪胎 然後直接到側面 這你如果買黑色車 你就看不出它側邊的這邊 對 繼續 越來越多電燈車台灣上次的 Care推出新年式並推出新能版 你看這就明顯了 這尾燈延伸下來 這邊就這樣 滑過來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 摳過來 這就是設計感 然後它這個輪弧 就是用銅色的 我看到隱藏式門把 它這隱藏式的做法 跟特色奧有點像 按下去以後 按那根棒子 它打開嘛 你看這紅的配 這個霓紅色的卡線很壞 跳色 跳個雞巴 懶叫毛啦 跳進哪裡啦 上面那台應該比較 比較和 對比較和諧 紅色配這個霓紅色卡線 很怪怪的 甩尾模式 它就是分配那個 輸出比例 把比例輸出都移到後面去 就變甩尾模式 這小樣物照 我說實在就不錯了 不要像很多電動車 都封起來戴口罩的那種感覺 只是這個燈的角度 我是覺得還好 我比較喜歡銳利一點 或是圓形的 也許之後有機會 在台灣上的電動車的時候 哇這個也可以去參加那個 D1 好啦 這個是Keya EV6電動車 包含GT-Line跟GT GT-Line就是 長得像GT而已 其他不一樣 仿性能版本跟ST-Line一樣 ST-Line終究不是ST 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的 不是AMG車 AMG-Line 不是AM 叫做AMSport 那麼多GT GT-Line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種新車的影片 也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另外最後呢 看完這個EV6 GT跟野馬 差不多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選擇呢 咱們下次見 掰掰